一旦樹主燈亮起 燈光絢麗 整條步道還有燈飾點綴 這是去年北市府辦的椰彈活動 但經費八百萬 用的可是第二玉備金救命錢 不只這個 一段 禁錄一段給他好了 柯文哲力拼城市行銷 二零一九年舉辦城市大眾走 耗資八百萬用的也是二倍金 就連北市民政局舉辦結婚新人抽獎 獎金千萬元 錢也是從二倍金來 明明是該拿來緊急狀況使用的二倍金 卻被柯市府拿來辦活動拼行銷 也讓議員痛批 太誇張 持續追查 光是今年度北市府第二玉備金七點四億 截至七月底為止 就已經用了四點七四億元 剩下二點六億 以去年為例 二倍金不該用來防疫宣傳 卻花了四百五十萬 本該支出防疫費用的災害準備金 卻花在台北通宣傳上 兩者花費顛倒使用 過去柯文哲濫用第二玉備金 不勝美舉 包括花了上千萬來辦抽獎 花了八百多萬來辦大眾走 整天說要省錢 卻花錢如流水 還用走巧門的方式規避議會監督 儘管面對批評 柯文哲強調一切依法行事 但接下來秋台季節將到 本該拿來救急重難的二倍金 卻也所剩無幾 也讓人質疑到時候錢要從哪裡來 三連新聞李威廷 牛二博彈報報導